大家好 近月日本都出了很多懷舊遊戲書 所以接下來我會拍幾本 跟大家說一說究竟遊戲書的內容是怎樣 好和沒有的話我都會跟大家說 當然啦 我拍的多數都是還可以的 在質素上 今天跟大家介紹懷舊遊戲機的遊戲書 就是這本 就講世家比較前期的遊戲機 大家其實看到前田尋之 前田尋之這個名字應該知道 不會質素差到哪裡 因為有很多高質素的懷舊遊戲書 都是由前田尋之去監修 所以看到這個名字大家都可以很放心去訂 其實 這一本就是講世家在早期的遊戲主機 封面這一部就是世家Mk3 雖然我自己沒有怎樣玩過世家比較早期的家用遊戲機 不過純粹給大家看看 話說這本其實上面已經提過了 會有SG1000、SG3000等等 其實都差不多可以說是同一個系列的遊戲機 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SG1000是1983年在日本推出的 當然啦 他的假想敵就是任天堂 我們去看看裡面的內容 當然啦 依照過去的慣例 我都不會給大家看的 我只是給其他其中幾頁給大家看看 那裡面當然啦 都是會有各種呢 遊戲機那個主機的圖鑑 例如SG1000 1983年7月15日 當時賣15000日 比起現在呢 15000日 你不要用現在的回價去計 而且是80年代 同樣啦 所以跟他前前沉思監修的其他遊戲機書一樣 都是會有些硬件 那些前前後後等等的介紹 在裡面會有 還有呢 他 這裡可以看到 他一些配件 例如這個Joystick 他初期的Joystick是這樣的 但其實我相信大家看到這個Joystick 你想想那時候 如果要打世家遊戲機 要這樣 來去操作呢 其實都挺辛苦的 那他後來呢 都有改善到的 他有出到其他的 比較新款一些的 改進版 例如這個 SG1000 的第二代 那他呢 就很明顯了 這個已經是改善了的了 那個control pad已經改善了 不過呢 其實我自己呢 也有玩過 有用過這個control pad 呢 比起任天堂的 我真的覺得任天堂那個 真的好很多 在這個control pad的質素上面 任天堂就完成這個世界 當然 他當然啦 他裡面還會有很多的 遊戲的介紹 例如說 1983年的時候出了這個 例如這個 Moragord GP Moragord GP 就不是真的好像 你後來玩的那些 真的會有一些排名給你的 其實只不過是控制著 這輛車在一個賽道上不停 去閃避其他的車 這個本身是街機 我前陣子在日本都玩過這一輛的街機 所以其實呢 就不是真的有一個 摩納哥的賽道 給你去玩的 不過當時呢 由於摩納哥是 這是家陣子裡最有名的賽道 所以是不是都做過摩納哥的賽道 當然還有其他不同的年份 在旁邊也會有的 1983一直到後面 1996年 甚至是一些外國出的 在日本沒有賣的遊戲帶 他都會有介紹的 再給你其他頁數 例如這個 這些可以類似 任天堂其實紅白機 都是有類似的裝置 可以給你 在那部機上 有些遊戲給你選擇 選完你就可以任玩 基本上大家 反而任天堂的話 任天堂而是同一個機能的機 我想很多遊戲玩家 都應該有玩過一下 因為香港的展覽 是曾經試過擺出來給人玩 還有日本現在 SuperPotato 秋葉原那間 都有一部放在這裡給大家玩 這些周邊一樣會有介紹 所以是真的詳盡的 然後 當然 有很多的其他 例如這個 O1 O1 很多人有玩 再給大家看的就是這個 他會介紹一些外國的遊戲 那些遊戲 不是日本版 亦都在日本 照計 就沒有賣到的 他也有提過 有很多理由 是會 他在日本 是沒有賣到的 包括什麼遊戲 包括 原來戰虎 原來戰虎 也是 不知道什麼原因 或者是 California Games 等等 都是會有一些海外版 而在日本是沒有發售的 跟著 當然要介紹這個 Game Gear 因為其實這本書 除了介紹他 早期的一些 世家主機 和遊戲之外 都是會介紹 早期的 手提遊戲機 就是Game Gear Game Gear 其實他推出 是跟 任天堂的Game Boy 對撼 但是 大家都知道 結果 完全不夠組裝 主要的原因 其實 除了任天堂 本身有很多 第三廠去支持 有很多遊戲可以玩 之外 就是因為 Game Gear 續航力太低 即是 那時候 簡性電芯 都不是 特別輕 而且都賣得挺貴 但是 你不是用 簡性電芯 用碳性電芯 你可能玩幾個小時 你可能玩幾個小時 就是玩個人兩個小時 你就要 換電 所以很不方便 那時候去玩Game Gear 但是Game Gear 有彩色螢幕 這個是給Game Boy 特別是早期的Game Boy 優勝的地方 那 那 Game Gear 其實是有很多 很多款 當然啦 他前面都會有 簡直介紹的 這個大家都 都見過很多次 Game Gear 這部機 大牛龜 大家見過 就不再給大家 說那麼多 反而 就給大家看 這兩頁 原來 它是有很多 不同種類的 特別版的機 就是Game Gear 有很多不同 特別版的機 當然啦 跟著 也有其他的 一些配件 等等 那些 特別是 這個 TV Turner 你買了的話 你是可以透過 世家的Game Gear 去看電視 當時好像 都真的見過 有人用的 都是啦 後面 他仍然會有一些 遊戲的介紹 例如Game Gear 都是會有 魔力國 這個呢 就 比較像 這些真的 在玩 FORMULA 1賽車 當然啦 如果沒有記載 這個賽站 都不是真實的 魔力國賽站 好像是 除非不是 當然還有其他 例如 企鵝推兵 其實企鵝推兵 我都挺喜歡玩的 在小時候 不過不是玩這些版本 有很多這些遊戲 但是 有些人都提過 就是 世家 很多遊戲 都有 例如運動類 可能會 不夠多 或者RPG 不夠多 不夠Game Boy 等等 那些多 所以 總體來說 賣得都不算好的 這個Game Gear 好了 在這裏 介紹了 這一本 由前天尋之監修 講世家 早期遊戲機 遊戲主機的 Catalog 的書 那 那 本書 就賣2315日 加上稅 其實是2月底出版 那 連結合不成 連結合 年表 到最後 其實都有190頁 資料 一般 如果 你拿去 儲 Game 這些資料 其實都 挺足夠的 質素上 我覺得 這本書 都挺好的 值得去 去訂 大家可以去Amazon 訂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那 應該 出面 香港都有一些 賣為舊Game 店 可能都會有些現貨 但他們應該會買得貴一些 200多元 應該走不掉 但是大家 看看自己的情況 等到的話 你就在Amazon訂 現在都很方便 今天介紹到這裡為止 很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 我還有幾本 準備會繼續介紹給大家看 究竟 有些什麼 近期 日本有些什麼 懷舊Game 是值得去買的 或者值得去看一看的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